大马的财政预算案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也就是年度财政年之前 财政预算案也称为供应法案 财政部长会在周五提成 而财案一读会落在二读的前二至四天 财政部长会在国会提成财政预算案一读 一般只会提及政府可动用的一笔款项 作为明年度各部门的开销和拨款用途 财政部长会在星期五在国会宣读财案 并会在下一个会议召开日开始 政策阶段辩论环节 政策阶段辩论由国会反对党领袖率先开始 接着轮到其他国会议员 即反对党议员和执政党后座议员 之后各部门将进行总结 部长和副部长也会在这个环节解答国会议员的提问 总结后就会来到二读阶段表决 国会会先以声浪表决寻求议员的通过 如果有议员不同意 可以要求计名投票 不过需要得到至少15名国会议员的起立支持 如果表决无法通过 整份财案将被驳回 政府需要重新提成一份新的财案 不过目前为止 我国没有发生过财案被驳回的事件 如果表决通过 则进入委员会阶段 各部门将进入各自的委员会阶段 议员会先针对各部门的财案细节进行辩论 同时也会在这个时候争取修改不足或过多的拨款 辩论后同样需要由相关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进行总结 如果修改建议被接纳 那么就会在这时进行修改 去年通讯部旗下的特别事务局 在2021年财案获得约8555万令吉的拨款 引发巨大争议 财政部就曾在通讯部财案委员会阶段 修改拨款数额 将原有的拨款减半 在委员会阶段 每个部门都需要个别辩论 总结和表决 如果在这个时候 某个部门的表决不通过 只需要重新提成该部门的财案 并不会如同二读一般 整份裁案被驳回 每一天大约会进行 二至三个部门的辩论和总结 共有31个部门 结束委员会阶段后 国会将会针对裁案 再进行三读表决 财政预算案在国会上议院三读通过后 会提交给国家元首 以寻求预准 以上就是裁案从提升到通过的完整流程 赶快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学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